我們把所有第二類的植椒表 也就是這些分散交互作用的植椒表 全部列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來探討一下他們的自由度的關係 這是L12表 這是L18表 我們用了好幾次了 L32有兩個形式 一個主要是三水準的 三水準的有13個 兩水準的有3個 另外一個是三水準有12個 兩水準有11個 另外一個是L54 這個三水準的可以有25個 然後再加上一個兩水準的 L32這個主要是用到四水準的 L50這主要用到五水準的 大概就這幾個所謂第二類的植椒表 OK啊 我們來看看他們有個特色 除了這個L12以外 他們都是混合水準的 Mixed Level的植椒表 除了這個L12以外 其他的L18 這是兩水準跟三水準的混合 這是兩水準跟三水準 兩水準跟三水準 兩水準跟三水準 這兩水準跟四水準 兩水準跟五水準 就是水準的 OK 然後記住 他們主要是用來評估主因子效應 Factor Effect 他們只能評估很少的交互作用 OK 所以哪些交互作用能夠評估 OK 那麼 我們可以從點線圖裡面看得出來 OK 那 還有我們再強調一點 這些第二類的植椒表 它的特色是我們進行三級解析度 但是我們似乎是能夠得到比三水準解析度更好的一些result OK 我們現在來探討自由度 這個L12表 它做的12次試驗能夠提供這麼多的自由度 同樣的L18表能夠提供這麼多的自由度 L36能夠提供36個自由度 L36表能夠提供36個自由度 54個自由度 32個自由度 50個自由度 OK 我們來看看如果我們全部把它填滿的時候 OK 那麼它會佔用11個自由度 然後再加上一個總平均值 那麼 所以一共有12個自由度 所以剩下的0個自由度 OK 也就是我們全部都把它用滿了 如果我們全部把它填上去的話 它全部都用滿了 全部用滿了 然後呢 我們發現在裡面也沒有任何的交互作用 所以這個基本上 你不能去評估任何的交互作用 好 L18表 如果我們把它全部填滿 OK 有一個兩水準的 有七個三水準的 這一共有15個自由度 再加上一個總平均值 所以一共有16個自由度 還有剩下兩個自由度 我們剛剛講過了 這兩個字是我們可以用來做什麼 我們可以用來評估 第一個column 跟第二個column 之間的交互作用 OK OK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 有一個投影片 我們專門來探討L18表 你會看到這樣 你會看到這樣一個點線圖 OK 有八個點 那八個點呢 這個1跟2之間呢 它寫 這每一個點 這代表第一個column 第二個column 第三個column 第四個column 第五個column 第六個column 第七個column 第八個column 那每一個column都是這樣 那1跟2之間有一個限定者 這表示說你能夠評估1跟2之間交互作用 可是這個交互作用上面又沒有給你寫在第七個column 沒有給你寫第二 那表示並不在這個指教表裡面 OK 如果不在這個指教表裡面 那我們用什麼方式去評估它的交互作用呢 我們可以畫交互作用表跟交互作用圖 我們在這之前學過的 好我們繼續來算這些自由度 那這個L4的36 OK 兩水準有三個 如果我們全部填滿的話 兩水準有三個 那麼三水準有13個 所以這裡一共29 29再加一個總平均 一共有30個自由度 那36-6 一共留下六個自由度 所以有六個自由度沒有去用到 這個類似是L4 18表這樣子的 L36 我們事實上在這之前計算過了 它事實上全部都用到了 OK 十一個兩水準的 十二個三水準 一共35 然後再加一個總平均 一共36 OK 那36剛好 OK 這個54呢 這其他你給你自己計算 OK 那你如果全部填滿的話 這有52個自由度 剩下兩個 這全部填滿的話 有29個自由度 剩下三個 全部填滿有46個自由度 剩下四個 OK 這個留給你自己去做練習